老阿姨每日一打 出门说 你给我看看这个叶子 啥毛病啊 这个叶子就被东西啃过 谁啃呢 我大舅子 我大舅子啃那行了吧 有的出门问我 老阿姨这谁啃 我怎么知道谁啃呢 我没见 这就虫子呗 什么虫子 一般是那种青虫 或者是阔鱼 啥是阔鱼 就是没啃的 那个蜗牛似的那东西 鼻涕龙 那东西 咬的 怎么办 咬了就咬了呗 哪能怎么办 长新的呗 你这个也开花了 你长也挺好 提点意见 把表面的土 稍微拔出来一小部分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用一小点点的肥料 下个臭毛 我这个怎么钓叶子 叶子有点黄水也浇了 肥也是了 岳姐 养成这样 就已经超越了 全国90%的花友了 我不信 你问问 你问问漂亮区 你养成这样 是不是已经狠花晒了 对吧 它黄叶子不很正常吗 我不忘 它给你开花了 你还让它忘 我的天 它就跟我媳妇一样 怀着孕 肚子快这么大 再不到一个月就生了 你媳妇不活泼 它不跳 它现在也是开着花 它给你怎么着 它黄叶子不很正常吗 我媳妇也掉头发现在 花花掉 很正常 用一点点肥料 是吧 你如果用着 你就正常 按照以前的节奏 去用就行了 它花泄了 等到明年春天了 你搬到室外了 你肥料跟上了 照样枝繁叶茂 该修剪的修剪 对不对 下个臭宝 龟背乳 生根长不成 杆细这么久 这长得挺好的呀 什么杆细不杆细的 就缺肥呗 现在说白了 有话说 你怎么知道缺肥 你看我这个 不缺肥的 长得有多壮 是吧 这我旁边 这也是龟背乳 叫白井龟背 你看我里边用了多少肥料 对不对 里面超多的肥料 能不给 你别跟着我学上 我这个叫缓施肥 有的话说 老阿姨上了一把肥料 我回去也上了一把 你上的那个负寒肥 就烧死了 用缓施肥 它缓慢释放养分 再说了 我这个环境温度 都很适合它生长 你明白了吗 肥料是浮强不浮弱 就这个植物 长得很挖热 在这个环境里面 长得很挖热 你用肥料 它会长得越好 我大妞都快割屁了 你给它吃点好吃的 走得更快 它认为是断头饭 明白了吗 这个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懂了吧 下个抽烹 我这个变肝枯萎 咋回事 看得 你话老阿姨这玩意 不是不浇水吗 它不洗水 并不代表它不浇水 可以浇 别很多 好吧 懂这个事就行了 就略微略的缺水缺肥 其实多肉类的 你只要是水肥 一根上它长得也很快 也很好 只不过有的花手 它掌握不了这个浇水的量 有的话说老阿姨 你能不能教给我 如何把握浇水的量 很简单 两个手指头 你没手指头 你用脚指头 摸一摸盆土 你看我们这个 我现在摸的 它还潮乎的呢 你看 这个里面只要潮乎乎的 我们就不浇水 不能光看表面干 所以说让你抠进去摸一摸 一感受就能知道潮不潮 有的话说老阿姨 我这个触感不够灵敏 你触感不够灵敏 你看这个东西 你吃糖葫芦啊 吃羊猿啊 是不是有这种签子 你就遮着一下扎进去 你尽量地都靠中间 靠中间位置 就这样扎进去 一直在里面放着就行了 食而拿出来看一下 干不干 这样不就好判断干湿了吗 有的话说老阿姨 扎进去会不会把根给扎坏啊 玩老天鹅 你去医院里边打点滴 也没见把你给扎个大窟窿啊 你像多肉系列的 你就可以等那个干干透了之后再浇 明白了吗 一定要喷土 排水透气 浇了能流下去 能及时地流出去 不积水 再来一小点肥料 你试你这个长得好不好 不需要很强很多的光照 多肉很热的时候 长得都不哇塞 它在春秋天长得会很哇塞 下个臭宝 红窄的是双王 右边的是什么品种 这个有点像花孔券 你这问品种来了呀 你买的时候它不写吗 还是你忘了呀 可以对比呀 你可以找个那种猪领红链接 对比这个颜色 应该是就花孔券吧 我老记不住品种 我以前脑子特别好使 就是什么品种我都记得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品种老记不住了 要说错了你别介意哈 反正我觉得品种的名字都是人起的 明白吗 你也可以给它起个名字 你看它长得好看 你给它起个你喜欢的名字 就像你买了个狗 这个品种是叫阿拉斯加 是叫边姆 但是你叫它什么小朵朵 小花花 那是你起的名字 你管人家叫什么干什么 你喜欢 对不对 就跟我大舅子一样 它头上的头发都有名字 觉得不错 记得讲个观众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转意 白了臭宝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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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